接下来要进行往下介绍的是真的来到资产配置的部分 就第一个如果我们用比如说一半是SPY一半是BND 就5050然后来进行投资到底效果是怎样来往下看 就比如说50%投入SPY50%投入BND 你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上的数字 你就会发现在这里的话呢 一个月投5万然后5万在这个SPY 一个月投5万在这个BND的部分 那你就会发现说这样子跑下来之后呢 你的账户余额的部分我们看一下SPY这边 你投资是50万左右嘛 那他最后的期末余额是54万3 那BND的部分的话呢 他也是投50万嘛 那期末的余额是51万左右 所以他这两个投资报酬率 把它总合起来大概就是5%左右 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其实有很明显的帮你降低的波动 因为在这个股灾发生的时候 其实这个公债的部分 他其实是没有跌很多的 所以他有帮你做到一些抗跌的部分 那SPY他就不会跌到那么惨 到让你觉得说 心里面很惊慌的部分 所以这个资产配置的部分 他虽然说会把你的报酬率拉低一点点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 如果你的心理素质够强的话 其实你是不用去害怕的 就是你只要稳稳的去做你的资产配置 其实我觉得你拿到报酬率也不差 因为其实在就是COVID-19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是赔钱的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简单的 一半一半的配置比例 其实你是还可以赚钱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 那另外一个要做测试的是 假如你是一半是0050 然后另外一半是公债的部分 那你的结果是怎样 我们来看一下 来这个表格的话 就是一半投入0050 一半投入公债 那每一个月就是5万 这样子分开来看的话 你到期末 也就是说到9月底的部分的话 你的50万在0050部分 它会成长为56万7 那再来的话 你的这个放在公债的部分 50万会变成51万左右 所以这两个这个比例加起来之后呢 它的这个所谓的平均报酬率呢 大概就是有到8%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 你只是把你的这个投资标的 把它由SBY把它换成这个所谓的0050 居然可以就是往上加了3% 这个也是蛮难得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 其实也不用太看衰这个台股的部分 因为台股它其实在今年上半年 觉得都还蛮强的 就是居然还可以到这么高的这个比例 但是呢你如果要完全重压 就只买这个0050 或是只买台肌定 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点高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不论如何 你其实都还是要放一点 这个所谓的公债的部分 来帮你做一个这个防御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我要再做一个测试 就是说假如你的投资比例 有稍微改变一下 比如说你是70%放在0050 30%用公债 就比如说用你的年龄比 你的年龄现在30岁 然后你就把这38%公债 你要看一下这个结果怎么样 往下看你会发现 它这个成效下来的话呢 70万 70万放在0050 然后它的账户余额到 9月底它会变成79万4 也就是说你赚了9万4 那再来的话呢 在公债的部分的话 因为你的比例变低了 30万放在里面 那它最后就变成 30万6575 就只有赚一点点 那这样算起来大概就是2%左右 所以你这两个相比 最后你的平均报酬率其实是10%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就是说如果你主力都是在台股的部分的话 你如果放一点比例的公债 不论你是BND或者是IEF或者是TLT 像这些不管是几年期的这个政府公债放下去 其实都有很明显的就是有这个抗跌的效果 当然我们不能够事后诸葛讲说 那早知道我就用0050就好了 但是0050它有时候也会跌嘛 所以我觉得你适时的在你的资产配置里面 放一点公债成分里面去 其实你的这个防御的效果会蛮好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这些资料都是在Yahoo Finance 然后或者是这个GoodInfo 上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台股跟美股的所有资料 那你这些资料 你就可以用这种Excel的方式来做 比较 我很建议大家就是自己去比较一下 你就会知道说 这数字拉下来你就会有感觉 那像我的部分的话是因为 有去上课学习 上秋上老师的课 所以后来我会用这种方式 就是自己去模拟 然后来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效果 我觉得这样的学习成效还不错 所以也是今天特别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你要做资产配置 其实你可以用这种东西 就是稍微去模拟一下 就是各个阶段的股债 比如说2008年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股灾 那2018年那时候有一个就是莫名黑天忽然间掉下来 你如果用这些数字去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用哪样子的资产配置比置 好像是还不错的 那如果你自己测到后来 你会觉得说 我适合的股债比大概是多少 那么你接下来就可以用这个策略开始进场 那用这种做法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比较不会当股灾来临的时候 你惊慌失措 然后就随意抛售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既定的这个所谓的操作模式 那比如说这股在过后之后 你会发现 我的这个股票的比例好像变高了 那债券的比例降低了 那怎么办 那你当然就是要卖掉股票的某些超出来的比例 然后再回补到债券里面去 比如说你是6比4 那后来变7比3 那你就是要把10%的部分卖掉 然后再回补到那边去 所以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再平衡的这个动作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做再平衡呢 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 你也可以选择统一在年底的时候 就一年操作一次就好了 那你剩下时间 你其实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像我的话就是持续的分享信用卡的资讯 最后来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在做资产配置 你只要一年回来瞄一次 那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资产配置的真正的精髓 就是它不是要你一直去那边 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其实不用 你只是要用一个很确定的方向在走 那等到一年的时间过后 你要再进行重新调整 你就是再花一点时间稍微调整一下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比较好 你就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股市这个样子 那你的心也不会那么的浮 你只要时间到每个月定期的把钱放进去 然后就是确认一下就是那个比例是对的 就好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